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的话当然就是说你请律师的话对不对 会保住保障双方的利益这样子 那假如说公司要买卖的话对不对 它看是什么样的公司 好比是说一开始公司成立的时候 是有没有股票或是有没有股份的这样子 那假如有的话对不对 那我们就是要用做一个股票 或者股份转让的协议书这样子 那还有就是说万一当初的公司规模是有合伙人的话对不对 这个也要做这个合伙人的协议书要更改 所以就是说找律师的话对不对 可能一开始的金钱会付一些律师费 但是以后的话就问题会比较少一点 可是我们这边讲的公司 我记得在加州我们分很多种 company啊 LLC啊 个人工作室 对对对 那个也需要律师或者是一些 所法律上的一些转让的手续吗 对因为我们是有分两个部层的 一个就是说在法律上面要把这个权利跟责任 全部转让给新的人这样子 在税务上面还要跟州政府登记 也是要会计师或是律师帮你做的 这样子 那有时候转让的话有很多不同的规模 有时转让的是说我多加一个partner 多加一个合伙人 有时转让的时候我全部公司我都卖掉了 所以这些都有不同样的在法律上面定义 那就是请个律师会比较好一点 OK 它是一个小本经营的公司嘛 它讲的是小生意 小 所谓的小有没有一些的规范 对就是说或者说 比如说我们两个都是华人 不想看个英文合约 我可不可以中文的合约 我们两个就交易一下 然后做什么样保障 或者透过律师可以有什么样的功能性 对其实这个的话 就是说不要请律师的话也是可以的 那就是我要跟观众讲的 就是说你转让的时候 不是只是金钱上面的转让 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公司 是有没有债务 对不对 有没有任何计划 对不对 然后就是说有没有任何计划 对不对 有时候是说公司转楼子卖店而已 那这些资产 我成为哪有 就要怎么盖瓜承受的意思 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不对 我们有个经营就是说 就是买卖餐馆 对不对 结果就没有找律师 那就后来合约就 他们又找escrow 然后把钱放进去了 那就是开始经营的时候 对不对 前面卖者就开始来搬冰箱的 对 对就被人买了个空间 身材器具全部 没有注明好 没有注明好 inventory没有写下去 那结果他就开始告 就说是买什么也不知道 或者是说像那种manufacturer 对不对 distributor 那结果后来就是付了几十万 买家认为说我是买你的inventory 对 卖家说你是买我的品牌 所以就没有讲好 所以这些都要注明的 ok 那我刚问到说中文合约 我们两个想简单一点 对 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个中文合约 然后透过律师的专业 去认证里面的内容 还是everything 都应该还是要英文的 其实中文合约在美国 是可以成效的 但是就是说 你要知道你往往 没有英文的 这一个合约 是不是 你要执行这个合约 要去法院执行 是不是 法官会说 你去给我翻译 对不对 那时候万一有翻译 有任何的disrepancy 那时候就会很奇怪 法官就会说 当初为什么没有写英文 当初你们的中文是 是什么意思 所以有时候 你东西是非常困 就是有些中文的条文 是非常翻译成英文的 所以我们会建议客人 就是说 你要两份合约可以 但是就是说 我们帮你写英文 中文的话 你是当一个参考版的翻译 中文有争论性的话 你要知道说 以英文为主 这样会比较好一点的 对 不过从这个问题衍生 我们刚刚在节目前也讨论过 有所谓的 比如今天增加了一个合伙人 那有人说 因为你关系好 你参入我 我给你干股 对 有没有 我们亚洲很流行干股 就是说你不要出钱了 反正你帮我进行赚钱 大家来分 那在美国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做法 你 美国没有干股这个名字 对 但是就是说 我们可以就是在合约 很多人的合约 帮你写到说 这个性质是相向的 对 那你要知道说 亚洲的概念的干股 对不对 他们的概念是说 公司只有赚钱 对 但是从律师角度来的时候 对不对 我们是要想说 公司不一定都是会赚钱 有时候要赔钱 有时候要赔钱 不要赔很多 那你万一今天是干股的话 那公司赔钱 你的责任 你的责任是什么 对 你不可以只是想说 只有分红 跟我有关系 对不对 所以不要想说干股 就不分担所谓的liability的责任 你万一是partner的话 对不对 你万一是合伙的话 我万一今天是个债主的话 对 我不管你是干股 失股 要讨在我 全部都会追的 对 那亚洲还有一种做法 就是说 这公司成立了 不管大小 我可能请一个所谓的 社区关系很好 所谓的名誉董事 入股我们的股东 那这个是名誉 意思就是说 反正就是出名不出钱 对 但是可能给一些车马会什么 那在所谓的股东 或公司的法运作上面 也是不也有这样子一个 在美国有这样的界定 对 这个就是PR 就是搞关系 PR 对 他等于是专门是做PR的partner 他虽然是个合伙人 但他的股份可能会占的比较少 或者没股份 或者没股份 也可以没有股份 也可以没有股份 他只有权利 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说 尤其是开公司的话 对不对 谁是partner 谁是合伙人 那谁是董事会 board of directors 对不对 我今天可能是公司的董事长 但是我一点股份都没有 对不对 或者说我今天可能是最大的股份 但是我什么权利都没有 金主 那叫做 对对对这样子 所以这都是可以写的 那如果我今天是公司的董事长 可能没有股份 那责任呢 如果有人说 我邀请你做董事长 因为要这个品牌 那责任是不是也要分担 还是坐在board of directors 就是董事会里面 不需要分担公司的 或者做所谓的责任 那你就要看 每个公司它有不同的规程 然后每个州法 它有不同的 OK 都要注意 不要高兴 人家找我去做董事长 我就去了 搞不好有责任 对对对对 因为大部分的话 对不对就是说 董事会的话 他们是要是在为partners shareholders 在估计 估动 来做事的 所以就是说他们虽然的职位 可能很大 但是他们的保障 他们的工作 不是那么的好 所以做出事实话 可能就是会被提出去 你刚刚提到我们讲的 有个是投资者 金主的概念 也有很多人说 我其实在美国 有个叫做leven partner 就是说我只出钱 或silent partner 我只出钱 我不管 所谓的经营事项 这些也可以这样界定 那如果说今天我的 本来说金主我不管了 可是中途 我又想要管事 那这样是不是 就是所谓的违约 或者是有没有什么 因为你这样子的话 对不对 我们会碰到的问题就是说 金主一开始就说 我只拿钱 然后不管 但是那往往不是这样 除非这个金主是真的 不想管 但是以我的经验的话 金主看到公司在赔钱 或者是赚太多钱的时候 他们就觉得说 我要来管了 那这时候董事会就说 你这么多年都没有出现 你现在干嘛出现 那就会有 就分了 那能不能在这个 所谓股东章程里面 把它注明清楚 一定要 一定要注明 不能管就是不能管 就是说你要让你的董事会 做很多day-to-day operation 对我今天我要 要请谁 或者是我marketing要多少 我要开发的这些budget 你不是让一个shareholder来管的 有些shareholder他不想管 因为他投资生意太多了 希望说用专业的人士 对对对对 那生意变好 赚到钱最重要 因为以我的经验的话 对不对公司开始赚钱的时候 就会有想法了 有想法对 而且功劳是他拿的钱 对 就是所有董事会来做的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民情不同 当然迎来美国 就要遵从美国的法规 对对对 而且讲真的不管生意大小 所以要提醒Kenny一下 不管生意大小 还是真的找个专业的 这个法律的律师 才能保障 这个生意交易的完整性 跟安全性 对不对 好 谢谢律师 谢谢 生活中对商法有任何疑问 欢迎投稿至新岛日报